還有兩個 SkyTrain Station 走過去應該是五至八分鐘的步驟 再上一座燈 亮燈儀式完成了 所以第一座真的要買早買早享受 其實 Richmond 也是唯一一個 是唯一一個超大型發展家 有一千個單位 Polygon 很多時候會所都不夠規格 不夠多東西 這一次第一個 Richmond 叫 Telus Residential Smart Building 我沒有那麼辛苦 我先向大家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溫哥 地產機器 Danny 今天就在 Richmond 這邊 剛好就在阿巴丁站下車 首先說一說我會介紹一個 今年應該是今年 Richmond 萬眾觸目的一個樓盤 Polygon 的 Telusar 就是有一個一千個單位 一千個單位的六個建築的一個 Master Plan 當中它第一座現在就快推出了 當然先倒為快 我先跟大家玩瘋的 在這裡走過去 應該在阿巴丁站走過 就是十分鐘的步驟 咦 忘記了 看看時間 5時40分 我們一邊走一邊說 由 Polygon 的建築商來打造一個 Master Plan 在 Richmond 已經是 其實贏了 然後它還要 這個樓盤是一個大型樓盤 成千個單位 還有在 Richmond 的會所設施 以及整個建築的用料 以及誠意度是非常之舊的 裡面說了剛才的會所 是一個resort style的會所 很多很多的項目在裡面 然後就是裡面的裝潢 廚房的爐頭雪櫃用了一個 歐洲意大利法拉利的 即是那個級別的爐頭雪櫃 我們現在走過去那邊 過去應該是十分鐘左右 在阿巴丁站走過去 會經過三個 Mall 我們現在走對面是 Johan 然後我們過了那邊就會是 Continental 那邊 一路走一路趕 亦都是希望不讓車車死 由這裏走過去 就是一個十分鐘的步程 如果在新的一個 Captain 站走過去那邊 基本上是查實最快的 因為Talisa 在Captain 那邊走過去 應該是五分鐘步程 但是我和大家選擇在這裏走 是因為首先 好天 亦都是 Richemond 一個好天 我吃飯之前 就走一走才吃飯開胃一點 和大家看看 Richemond 的環境 其實這個樓盤 在那個位置那裏 講的那兩條大街 在Camby 和 Garden City 那兩條大街 第一座 就會叫做 Aurora 會14層高 161個單位 全部是沒有三房的 全部由一房起計 一房兩房的一個offer 即是一個Fall Plan 它的Fall Plan 一向都是這樣說的 Polygon的Fall Plan resort style的一個大堂 還有兩房的一個示範單位 不如事不宜遲 我們立即走去 我要促一閃視 策像 做快鏡 好 先在 cave 先針一定 首先我們走到這邊 阿伯丁這條街一路過 就是這邊 我們會見到Yohan 後面亦會有一個叫阿伯丁 Park 對面它亦會有幾個項目 是Polygon打造出來 我們這邊會見到Avante Avante亦是一個很美麗的會所 但沒有今次Talesa那麼美麗 今次Talesa是六座Master Plan 非常大的一個地盤 然後Avante後面有上次介紹過 亦都賣光的Fiona 接著我們便會到Talesa的地盤 我們繼續走 我們到這裏 又停一停 我們會見到Continental Mall 裏面亦有很多唐人物品 基本上我們從Albertine Center走到這邊 會經過三個大摩 在Richmond來說 差不多是一個香港的生活 就是質素 Albertine在那邊 Yohan在那邊 然後下面還有好幾個大摩 我們繼續走 我們現在在Brown Road 好了 看一看那個鐘 其實走了9分鐘 5點49分 現在來到這裏是Sax Smith Brown Road Fiona 上次介紹過 後面身後是Polygon的展示中心 今次Talesa的Showroom 我們馬上進去看看 Hello 真的不捨得外面那麽好的天氣 走過來這邊 會見到一個Showroom 熟口熟面少少 但今次大改造 Talesa在這個地區 因為是一個大的Master Plan 六個石屎Tower 整個地區有成千個單位 我也走一會 因為是一個Richmond 近來唯一一個大的盤 而且是Polygon的大盤 事不宜遲 我們不如馬上進去看看 過了到這裏 一定先說一說地理位置 未必每個人都知道 Richmond的Brown Road 在哪裏 Richmond的Capstan Station 在哪裏 我先說一說 如果你真的知道的話 快片 飛片 我們在這裏 現在看到整個地圖 向北在這裏 機場在這裏 在Bridgeport那裏 轉一轉車 這是一個轉車站 那個也是Casino 這邊 轉一轉第一個站 就是Capstan 這個新的站 應該就是不久 將來就會起源 在一個Existing的這條線 他們現在加了 這個新的Station 非常之快 因為我們變成 這個Talesa 整個項目 變成有兩個Sky Train Station 那麼多 走過去有幾遠呢? 走過去應該是 五至八分鐘的步驟 所有 剛才我們在Arberdine 走過來這邊 非常之好的一個平路 很多東西看 也很多人很熱鬧的一段路 我們走過來這邊 就會經過了幾個商場 這個根本 其實我覺得 地點和整個 整個氣氛 和香港沒有什麼分別 在一個五分鐘的步驟 可以經過三個大摩 經過了Arberdine Yohan 和Continental 全部都會有很多 麵包店 飲茶 咖啡店 全部都在這裏 應有盡有 我們走過來這邊 也會經過了剛剛的Arberdine Park 很漂亮的 旁邊就是一個 Tally Star 整個Master Plan 在這裏 在Garden City 和Camby 這條大街的路口 如果說大街的話 如果說小街的話 這裏就是 Sax Smith Sax Smith 和Brown 它附近 Polygon 基本上 在這裏都做了很多很多的項目 也會有Advante 一上去便看到 很漂亮的ClubAdvante 上次我和Anthony那一套 講一些地產 那些也在他會所做 跟著我們上次介紹的Fiorana 亦都是一個Polygon的項目 今次Tally Star是真的調查了壓軸 一個六座的Master Plan 的發展 第一座叫Aurora 就在這裏 向哪裏呢 我們不如去大地圖看 會更加清晰 我們會說東南西北 以及哪一個單位是最好的 好了 我過到模型那裏 首先我手多多 看它沒有著燈 先著一著燈 亮燈儀式 完成了 首先講一講 現在我們看得到的地方 就是向著北 北 將來會有一個大的公園 1.4公園 然後有兩條新的路在這裏 然後就會到這裏 出到外面 這一個項目 單是這一座 這一座Aurora 才在內街裏 我講一講 用地圖來看 我現在放上去 我們現在看到Aurora的位置 基本上是這樣的 這樣就會見到 向著北的地方 有兩條內街在這裏 這樣那個位置 其實看得很通透 所以第一座 真的要買 早買 早享受 這個完全是在Aurora那裏 可以感受得到 接著向著南那邊 基本上這條街 那條Brown Road 就會extend出去 會extend出去 就會有一個內街的Brown Road 在這裏 向著南邊那邊 亦都是一個內街的Tower 其他的Tower 它將來都會近一些大路 一條就是Garden City 這條就是Capston 下面這條就是Sax Smith Sax Smith 或者還是少少的世界 Brown Road 是最小的 這個Aurora的位置 首先講一講 今次Aurora和Telystar 有很大的要進 upgrade升級 Polygon在Richmond 很少可以有這麼大的發展 其實Richmond 這陣子也是唯一一個 是唯一一個超大型發展架 有一千個單位 但是一千個單位 沒有什麼平平無奇 還有什麼好東西 其實是很厲害的 首先價錢方面 我覺得一定不會貴 一定不會貴 市價這樣發售的話 我覺得是六、七十萬左右 或者已經可以有一個入門版的 一個選擇 第二 就是非常之近Skytrain 也是幾分鐘走到 第三 這個Aurora 是Richmond 首個建築 簡直是叫做 Tel Smart Building 一個非常之智能 高科技的一個建築 裡面肯定有些智能的家居系統 也都有Smart Partial 有些box 在裡面 這一個項目 也是一個Polygon 在Richmond 我想是省招牌的作品 它也有一個很大的Clubhouse Club Aurora 不是Club Tely Star Club Tely Star Club Tely Star 就是一個非常之回所Style 的一個Clubhouse 我們再去近一點 跟大家研究一下 它的Fall Plan 和整個建築 我們在這個畫面 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它的模型要這樣擺 其實這樣看才能看得到 整個Tely Star 第一期的Aurora 整個面貌 在這裡看到一個十四層高的一個建築 裡面全部都會有很多的兩房單位 沒有三房的 這個是由Junior 11 去到兩房的一個Tower 所以非常之 真的全部是適合我們所有 要投資也好自住也好 最適合這些 因為三房基本上 它將來會有 但這個建築 現在是沒有的 頭那兩層 是一個會所的樓層 我們會找到 為何我們要從這裡開始 我要這樣來和大家介紹 因為這裡我們會看到 那個Club Tely Star 的Signature 它裡面有幾個 Dipping Pool 不是泳池 不是一個Lapping Pool 有那些叫做Hot Tub 之類的按摩池 在這裡很漂亮的圓形 那些也有一個細細的在那裡 這個Club 這個Club 其實在Polygon來說 我想是最豪華的一個 然後我們會伸延到外面 外面也會有 外面也會有 外面也會有一個 外面也會有一個 Hot Tub 外面還有一個 Wood Barrel 一個Sona 在這裡 裡面這裡 你會看到 很大的一個 叫做 會所設施 有一個Gate 在這裡 一個室外的會所設施 連接它將來的 1.4公里的Public Park 在這裡 很漂亮的一個會所 這個是前頭那一半 我們去後面這裡 我沒有那麼辛苦 我先下去 和大家介紹一下 這裡舒服一點 我們會看到 剛才在泳池這邊 大家回來 就會看到Yoga 亦有一個大的Gym In-door Out-door Lounging Area 然後我們會看到 一個非常大的室內 籃球場 這個是用了兩個Live 來做的 非常高樓底 這裡會看到 有幾樣東西 一個 剛才我提到 一個會所 背面 那個藍邊還有 還有一個大的Path 這裡 同一時間 我先說一次 這裡有兩條新的路 一起出來 所以向著北邊的朋友 真的有一個非常開揚的山景 很漂亮的開揚景 我們過去南邊 看看它 我們到南邊這邊的建築 首先說一說 其實北邊和南邊 都是一個好的選擇 說了等於沒有說 但是南邊有個好處 很多人都喜歡的陽光 那邊 那邊 買樓 買向南的樓 這邊我們會找到幾樣東西 先說一說 首先 整個設計大崗 那個Master Plan 這邊 會有六層高的建築 有兩個建築 木建造的六層高 也不會在正隔離 會有一點距離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 這條街 這條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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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在這裡有一個回旋柱 所以它應該在這裡附近 接著我們找到 第二樣東西 就是會鎖的背邊 我們這裡會看到 會鎖的children's play area 整個室內的空間 很大很大 接著還有一個launching area 這邊 樓下有三個特別的單位 一個兩房的garden suite 一個walk-in level 不需要在上面坐升降機 等升降機 也是非常罕有的一個護形 在這邊我們也找到一些 一些小一點的單位 這邊 上到四樓 就會找到一些 大一點的 一些patio unit 在這裡 然後上到樓上 5至12至13 就是一個普通的樓層 這個在13樓上面 也有一個叫做outdoor area 可以有 Camille Garden 也有lounging area planting area 裡面這邊 會有一個叫lounge 一個 indoor outdoor lounge 可以約來開派對 14樓 最高的那層就是penthouse 我們看完這個 看一看那個4pan 然後進去 看一看它 今次這個showroom 拆了它再做過一次 非常之漂亮的 有什麼呢 一個全新的兩房單位 裡面用的電器 是一個升級電器版 這個可以說是 法拉里林布堅尼的 級數的電器組合 進去看 然後還有一個叫做Tally Star Club 一個整個Club Clubhouse的entrance 這樣來 非常之豐富 我們看了4pan 就進去看那些東西 那我們就進到 那邊看到它的screen 首先講一講 剛才我吹到很行的 叫做Tally Star Club 裡面有些什麼呢 基本上它有兩層 在底下那邊 上面最高那裡 我們剛才看過 有一個roof top 也有一層 下面下面那一層 就會有什麼呢 有個Games Court 剛才說了脈籃球場 Hot tub sauna 很多那些dipping pool Out door 也會有lounging area 那個也有個barrel 那些木 好像Scandinavian sauna 然後就會有BBQ area 也會在那裡 然後上去Level 2 我們會見到很漂亮的 有一個室內的健身室 瑜伽室 在那裡 也會有一個Games room 加上Coworking space 很流行的 見客也好 做一下功課也好 Sool meeting也好 很漂亮的 一個很靜態的 一個背鎖設施 然後後面 我剛才說了 南邊那邊也會有 Children's 那些indoor play area 也有一個大的lounging area 樓上 就有 剛才說了 這裏沒有寫的 就是一個13樓的 一個roof top patio 的設施 我們這次 就會見到 Polygon 在第一個Aurora Building 他真的想 一跑過 Soul out 首先價錢一定是很好的價錢 我現在不說得出來 大家觀眾 如果是聰明仔 都知道 一定不會高過多少錢 你打電話給我 首先我們說一說 今次的4pan之中 非常靚仔 我覺得 應該要力推兩房單位 有時 有些項目 我會推它一房 或者Junior 1 但這兩房單位 為什麼我要推呢 其實非常示正 而且它的間隔是非常好的 但畢竟 說一說最小的 那個叫 一房單位 因為它沒有Studio 沒有專門找的 一房單位 是634呎 634呎 一房是非常大的一房 在哪裡見過 其實我在UBC 那裡見過 一個大的一房單位 我進去看 也是非常漂亮 很震撼 單身族 或者一個新的家庭 這個也是非常好的選擇 我們會見到 它一個很大的 一個L型廚房 有一個地方 讓你擺了 Desk area 很靚仔的一個Bedroom 這個一房 就會向南那邊 那邊 有一房又向南 的話 就真的搶手 每一層 只有一個 如果你不想執書 就跟我快點聯絡 我們正在收票 正在收二項書 先給大家一個 標示 希望搶得到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單位 就是兩房單位 其實technically 就是Junior Two Bedroom 兩個房間都非常大 進去 亦都是沒有走廊 位 非常之美 畫得即 進來 會見到一個 很寬大的 Living Dining Area 和一個中島廚房 中島廚房和廚房 待會進去 不要錯過 它用路頭書櫃 升級版法拉尼 待會進去看 我們先談談兩房 兩房是一個Polygon Signature 兩房 一個很Square的Fall Plan 沒有走廊位的Fall Plan 進去 亦都是一個懸關位 我們待會的Fall Plan 進去的是一個E單位的Mockup 它做了這一半 做了一個主人房 Walk-in Corset 和一個主人套廁 這次的主人套廁 亦都是非常英俊 我和我們開會後 他放了很多我們的Fall Plan 待會進去看 我先調你的人 我們進來這邊 會見到很大 很寬的生活空間 兩房在對面 這次的Polygon 我剛才說了 這是一個智能家庭 智能Tower Wishman 第一個全智能Talus Smart Building 裏面的所有東西 非常高級 以及很高級 我們進去一路一路講 我不會錯過 我們看完這兩房之後 其實它基本上 在C單位 都是這兩房反傳頭 我們看完這個Fall Plan 進去看Clubhouse智能 然後進去看PanE 好 今次我講Talus Star 其實很開心 因為首先 Wishman剩下這麼久 第一個大型發展 還要是Polygon 但今次 還要是Location 超美 用料超美 以及今次的會所 也很豐富 我們不如馬上進去看 因為它在這個Show Room 擺了一個真是Mock Up而似的 一個Clubhouse的一個entress 我們進去看 真的很棒 好像真的進去了一個會所 將來的業主們 真的有福 Polygon 因為很多時候 它的會所都不夠Grant 不夠多東西 這一次 是很多很多很多的會所設施 首先 賣會所 當然要打造一個會所的氣氛 給你 這個是一個Mock Up 將來都會相似 很大很漂亮很Grant的一個住戶設施 我們去一去第二個畫面 因為它有很多Rendering 很多圖畫 都會介紹這個會所 我們去那邊 首先講一講 這個會所設施 我真的要在畫面中解釋 有一個 底下那一層 也是上面十三樓 有一個室內外的Lounging Area 有Barbecue 在上面那裡 然後底下的設施 包括了 有很多Hot Tubs 有Wedding Pool 乾濕的Sona 乾濕的Sona 這個叫Wedding Pool 即是大一點的浸水池 然後有一個Double High的酒店式 有Concierge的一個大堂 然後也會有一個籃球場 也是一個 剛才我講的 外面也會有一個Pool 和一個木製的San-Inevian Sauna 說回籃球場 跳一跳 籃球場也會有一個Double High 這麼高 很漂亮的籃球場 健身設施 瑜伽設施 然後後面 連接了 看到 我剛才講的 在那個模型那裡 一個室內外 可以連接到外面 一個Puppet 1.4 acres的部分 非常綠油油 向著北邊那邊的會所 但是 你看見這個 好像想買 但不要這麼快買 看看它有什麼內涵 先看 因為這個建築 是Wishman 首個全智能 TELESMART HOME 系統的建築 來的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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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都會有 首先包括什麼 一定是很Smart 的建築 裏面有些 全部是一個 智能系統控制的 家居 室內的空氣溫度 燈光 門鎖 以及 安全系統 都在同一個系統 連繫 然後 還有一個 建築 亦會有很多 FORB 鎖匙 用Smart Enhance Building Security 然後 以下 Concierge 亦會有一個 智能 Smart Puzzle Delivery 好像香港 淘寶 Box 那些東西 那你一有 郵件過來 有一個 Puzzle過來 你的電話 會有 提示 亦都是 這個 Smart Building 亦都包括了 100% 的 一個叫 電車充電的設施 那我們 進去看 那一個 展示屋前 講一講 這次的兩個 Color Scheme 一向Polygon 那些顏色 非常 木系 或者 很 Earth 的 這次 亦都找得到 兩個 Color Scheme 一個叫 Earl Grey 一個叫 White Pinoy 很漂亮的名字 看上來 剛才都說了 非常 木系 Earth 這個 就叫 這個叫深色 這個是淺色 我們在示範單位的 顏色 就用了 Earl Grey 我們進去看看 好 今次 我們進來 這個Show Room 是一個全新打造的 兩房單位 Show Room 我們見到 後面身後 就是一個主人房 Walk Through Corset 還有後面一個洗手間 一個房間 另一間房間 就會在這邊 我們現在見到 一個廚房 中度加個 Dining Area Living Area 還有一個露台 我們先講一講 超級花拉里的廚房 這次真的用了 這次是第一名 這次打造的廚房 非常好 剛才說了幾次 花拉里 納布堅尼 其實用什麼牌子 Birda Sony 是一個意大利 真是花拉里 真是意大利 一個名牌進口的牌子 我們見到 這是剛才說的 兩房的廚房 用了一個深色 Earl Grey 很漂亮的 Dual tone的廚櫃 很漂亮的廚櫃 但有幾件事 真的要說 就是剛才說了 這個花拉里的路頭 Birda Sony 一個大的 大大大大小 不是24吋 這個30吋的路頭 兩房一房都是這個 一房都是 真的沒有聽錯 這個 首先 如果一房包這個 這麼大 真的賺了 後面 我們會找到 很漂亮的 Birda Sony 還有一個很帥 很大方 很漂亮的 Panasonic Panasonic 不是 Panasonic 很漂亮的 好像整個 built-in 一個set 麥克風 後面 有一個很大的 亦都是 Birda Sony 整個Package 一個雪櫃 這個 一房都是這個尺寸 記住 然後還有很多 更新的 其實我覺得 這次 不知他們 真的覺得 嫌淺聲 還是什麼 它失去我們的賺 我們會見到 這次它的廚櫃 也有很多 細節 有這些 organizer 跟著 真的跟著 跟著 那個 晶盤 亦都會有這些 鑲子 還有下面 會有 防刮 的 層架 在這裏 沙波紙 放來的時候 就不會刮花 不鏽鋼 的 那個晶盤 我們後面 亦都會見到 它用的用料 是非常之靚 在鑲石面 包上去 差不多 真的 是一塊過 很漂亮的廚房 當然 一定有櫃底燈 跟著 這邊 我們會見到 一個大的中度 這個Pan E 亦都有一個 叫做 一個書桌的位置 跟著 我們不如 感受一下 它那個飯廳客廳的 寬度 夠不夠 我們過到這邊 我們會見到 有一個客飯廳 基本上 它是非常之 叫做 大體 這個兩房單位 剛才我們看的 4Pan都知道 一個正正方方的 4Pan 亦都沒有走廊位 非常之省位 而且現在看到 真是很舒服 真是一間 家的感覺 中國的大廳 我們這邊見到 一個主人房的套廁 剛才說了 但這個 亦都有一個房 在這邊 今次沒有打造兩間房 多餘的 我們過來看看 它的主人房 主人房的 插緊 Walk-in closet 和廁所 都是升級的 進去看看 我們進來這裡 就是 這個主人房 兩房單位的主人房 現在放了一個 King size床 非常之夠位 放了下去 看得到 上下座位 不是上下座 三邊都有一個 落床位 亦都是很光猛的設計 這個是近期時興的 一個大落地窗 它全家都會包了 拉窗簾 現在看到 它的窗的闊度 非常之夠 基本上這間 兩房單位 有三個大窗 我們過去這邊 便會找到 這個套房 Walk-in closet 和套廁 是真的 又是升級版的 過去看看 我特意不說話幾秒 為甚麼 是因為讓你 吸收一下 了解一下 和享受一下 洗手間的配置 因為我和他們開會 他們經常和他們反映 要些甚麼 今次都放進去 首先是很漂亮的 那些一米成一米的 那些 混石 Pattern 那些叫做 Towel 一直這樣鋪上來這邊 好像酒店的一個 規格裝潢 然後我們右手邊 我的右手邊 你的左手邊 會見到一個 Double 星盤 Fantasy 吊櫃 亦都是很多 櫃桶的空間 這些是不需要再說的 但是呢 是很帥仔的 一個配置 Undermount 星盤 還有這個 真的要賺 他真的有聽書 他跟我們開會 他問要甚麼 我一定說要約櫃 有燈的 然後他有做到 兩個約櫃 還有燈的約櫃 然後呢 裏面還有多塊鏡 還有些甚麼 他說 塞住Danny把口 今次放了一個電掣 這裡也會有一個電掣 放了電掣 給你擦鬆跑 給你擦擦 充電的牙刷 這些東西在這裏 這個是我驚訝的 一個有燈的約櫃 加上有電插鬆的位置 非常之好 這裏找不到插鬆的位置 變成好像Hotel 很帥仔 我的左手邊 你的右手邊 可以見到 Polygon一罐的 一個Walk-in shower 加一個Bench 配置 非常之大的一個Shower 我們可以見到 剛才說的 那些Tower 上到這邊 過到那邊 做到上頂 很帥仔 整個酒店的模式 我們說完整個Show room 整個Toystar 出去說完整個細節 我們很快看完整個Show room 第一 和大家先賭為快 和我特意 Iris 真的不可以 我一打電話說 什麼時候有 她馬上和我快點下來 我當然和大家先賭為快 因為 Wishman 沒有什麼新的大盤 還有Polygon 這件事 一定要下來支持一下 我們剛才看過了 所有的Fall Plan 建築 和會所 講到法拉里的廚房 大家如果真的有興趣 就跟我說 這次的推盤速度 是非常奇快 因為基本上 一房兩房 是很熱賣的 一個五分鐘 步行到地鐵 的一個項目 還要在Wishman 價錢方面 你跟我說 我照計 不會多過 1100至1200 價位 如果是說 兩房 我想是差不多 百萬左右 所以 真的和我快點聯絡 我正在收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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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講一講 Talisa 其實是分開了 三至四期 有一個六座的 石市建築 十四層高的 第一座叫Aurora 161個單位 全部主打 是一房兩房的單位 今次 Talisa 全部是一個 昇華級 這是一個有誠意的結作 是Polygon 匯鎖非常豐富 很漂亮 我基本上都心動 我或者會買 但是因為 那個叫做 Conflict Interest 我不可以告訴你 我有沒有買到 但是真的心動 匯鎖 那個地位 那個地位 價錢 建箱 還有什麼 裡面的裝潢 都非常漂亮 一房兩房 都是法拉利 Bertussoni 那些爐頭雪櫃 真是 真是 這是一個誠意之作 我現在不說太多了 因為 經過你們 每個人都說 我長期之後 我都盡量說少些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你過來過來 亦都跟我聯絡 認識我的朋友 都知道 下面 右下角 有個KR Code 我亦都會放得到 可以出到街 趕時間 我會常常更新的 那個資料 樓書 如果你想下載 如果你想下載 在下面的KR Code 用手機相機功能 就可以免費下載 我其實最想 你打電話給我 我無任歡迎 何時我可以 我不是錄影 或者做事 不是睡覺 我都會接你的電話 今次希望大家喜歡 因為在Wishman 我不想拿航拍機上去 應該都不能上去 下次再見 希望這個Talesa 你喜歡 拜拜 所謂一不做二不休 樓盤位置這麼漂亮 在Wishman 幾分鐘就應該可以去到 將來的Kapsden Station 不如大家跟我再玩一次 走過去看看有多久 和附近的景色有些甚麼 開一開計時器 現在已經開始計時了 我們不如事不宜遲 由Talesa地盤走過去 Kapsden地鐵站 看看有多遠 現在身處於城市廣場 走兩分鐘過來這邊 現在我們這邊 我特意走進來這邊 基本上我們可以走外面那條街 去到Kapsden Station 和大家感受一下 在附近 在Wishman 即是不喘氣的話 在附近 走去地鐵站 走去吃東西 走去喝東西 喝茶 可以有些甚麼 在附近 生活有幾香港 我們一路走過去 就會見到 斬過整個城市廣場 後面就會見到 一個新的 Concord Galleria這邊 它還有些放昧在那裡 大家如果想買 Concord的近樓花 一年左右 跟我聯絡 也有這些盤的治療 現在在城市廣場那裡 大家看到 基本上 又有剪頭髮 又有眼鏡店 又有茶 波拜茶 也有幾間 也有茶餐廳 酒樓 壽司店 基本上 餅店 基本上甚麼都有 基本上是一個 香港的地方 即是好像香港的地方 全部都是一個 中文的science 全部都是 講熟口熟面的 廣東話的人 也都是很多選擇 我們不如繼續走下去 我們很快地由Tally Star的地址走出來 看一看 五分鐘的步驟 經過聊天 慢慢走 講話 這裏是Captain街 Captain街 No.3路 是這裏 如果乘地鐵 一個站過 再轉車 就可以去到機場 如果乘地鐵 同一個線 就可以去到Downtown 過去這邊 向南邊 就是Wishman Center Lansdown的位置 所以這個位置 基本上 Polygon 不需要請我們去介紹 這個Tally Star 都可以買到 反彈聲 我們會見到 很多步行街的元素 很熱鬧的一個列治民 距離這個新的Captain站 非常之近 五分鐘內的步驟 如果走去Labardine 亦都是不需要乘車 走去十分鐘左右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節目 喜歡看著我 喘氣 流汗 記得在下面 按訂閱 按讚 點讚 很辛苦 在外面流汗 希望大家喜歡 今次沒有韓拍 有這個叫韓拍 下次再見 拜拜